-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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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欢迎来到 YAYA DIARY - 介绍我们新年首帐介绍影片之后呢 - 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带来怎么样的眉毛本呢 - 好介绍一次我们介绍过的本子之后呢 - 这一回要带来的全货都是来自泰国的产品 - 它们是既环保而且又相当美丽 - 它们外表其实就可以掉进这个坑里面 - 如果了解其中设计的一些细节的话呢 - 可能又更觉得精细不禀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 现在看到我们画面上这一块 他们都是来自于泰国的生态造纸公司 PooPoo Paper 他们的创办人是在2002年开始有 想要发想出友善生态的商业模式的这种想法 在2005年就创办了生态造纸公司 他们使用的是天然的原料 以纯手工的方式来造纸 用各种草食类动物的粪便来当成主原料 制作出了百分之百无数的纸浆 再制作成了各种具备功能性 还有送礼用途的纸类商品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造纸过程 首先呢他们会从泰国北部的一些大象保护区 还有公园来搜集在地的材料 再来呢他们会清除所有非纤维的材料 包括鹅卵石、乌宫、泥土还有树叶等等 然后将纤维煮成浆软化纤维 并使它们更加柔软 再把这些纤维呢 和其他继续性可以使用的 飞沫纤维浆材料来彻底混合 就可以制造出更结实 可以粘合得更好的纸张 再来呢他们使用的无毒食用色素 来染出数十种不同的颜色 接下来筛选这个步骤 它的工法是从新元105年中国造纸数发明以后呢 就沿用到现在的 它们是以纸浆浸泡水 再放到矩形的筛器当中 等待它分布均匀之后 再以手工来去除杂质 最后再滤网上面向太阳放置数小时 直到纸浆干燥 接着就可以进一步制作成各种产品啦 好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是 经典的POOPAPER迷你笔记本 它是四件一套 它的尺寸是5.5英寸乘以4.25英寸 叶数是有20个空白叶 你看摸起来真的很凹凸不平的手感 哇 有handmade感吗 有 突然是有handmade的感觉 你看它这边还有凸上的纤维 你这样打开会有更纤维的感觉 一二三 哦 各位 我觉得它就是保留这些纤维感 非常的好 非常的有质感 对啊 你知道在这上面写一些钢笔字 或做一些简单的评贴 它就会非常的有一种时尚的态度 因为它旁边已经帮你做好漂亮的底色 它以纤维来做它的底色 然后它这两面的触感有点不太一样 对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环保再生纸的触感吧 它从外皮到内液呢 其实可以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feel 而且它闻起来没有瀑布味哦 这当然是没有的啊 因为它们是使用草食动物的poo poo poo 所以其实草食动物呢 它们的poo poo poo的味道是 比较没有这么 就是你知道像我们人类这样的 嗯嗯嗯的感觉 相笨 因为它主要的材质是用相笨 你看它这里面的大象 其实它有非常多种草食动物的 但是你买的这里都要是相笨 我超喜欢的 它打开你看这里面 自己看会光这第一页 其实这样就算是这个地球上 只有你有这一本 因为大家的本都长得不一样 大家的纤维都不一样 那时候这四本我把旁边一本去 哦 这边还有另外一本 同样是poo paper 它们家所出品的笔记本 我看它们这边看它们封装的方式 就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本里面 大概是什么样子 绑得很密实 很牢靠呢 这本笔记本呢 它的表面摸起来就没有像它的这一种凹凸感 更明显 它就比较平整一点 然后它这一本是叫做 Billet Change 它这个纸的材质又不太一样 它有一面哦 比方说这一面它是很光滑的 就像平常我们在书写的那种纸一样 然后可是它翻过来的这一面 是比较粗糙的 这一本啊 它们的形容起来不一样 我觉得可能那四小本 它们是classic的系列 那个系列可能是不同的系列 那你来看一下这本的动物poo是 我来看一下哦 也是相份 那也像它们想传达的理念一样啊 如果你想要爱地球的话 方法有很多种 只要能够发挥想象力的话 就可以尽一份心力 看完第一个品牌的笔记本之后呢 我们来看这一本 这一本的话我觉得好像似曾相似啊 没错 这是我们去年参加了Pinkoi的文具控聚会 它们有展示了一个泰国品牌的手工笔记本 我见我们在那一餐前面停了很久 大概半小时以上 在那里就是地府里的概念 你看 那在参加那一次活动之后 我回来堆这本书真的是念念不忘 它现在终于到我的手中了 这本染目书 大小11乘以15公分 里面有100张茶色的内叶纸 使用蜡绳和手工编织 封面是由石木所制作而成 来看一下这本染目书 它的封面主题 是星球 太空人 还有火箭 然后搭配上像这样子深色的石木底 看起来是不是更有宇宙浩瀚的感觉 而且它的手写字其实也蛮可爱的 跟这个Fluet搭 这种复古颜色的纸 它旁边好像有点像是这种不规则型的 烧掉的边的感觉 身为一个文具控 能享有一本现装书 是不是非常值得又非常的棒呢 太空了 而且这种手工书啊 因为它每一本都是这样单独画上来的 就是在某一些地方会有些微的差异 感觉就更不特 我知道这种手工书还有什么优点 就他们很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 卖书两本一样的本子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舍不得写 所以必须再买一本来写 对 准密准密 我现在就在想说 这些本子这么好看 我怎么下手 你供起来再去买一本 再买一本一样的供起来 再买一本一样的用来写 再买一本一样的用来写 买起来什么意思 对 你现在那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本 它是时务色的底吗 那光是以这种太空系列的话 它还有深蓝色的底 那除了太空这个主题之外呢 它的布装就很 对 没错 它都是一些比如说富士山啊 前一圈风景等等这种 原本的卖的感觉 它还有卖那种 中式画 然后大部分是画一些风景类 比如说高山啊 流水啊 那你家需要衣服吗 我觉得很Pro 欸 可以买一次 来增添自己的气质 那我自己画呢 笑死人 哈哈 这么真诚 笑死 欸原木色的 然后如果字很好看的人 可以自己写 对啊 或是你拿上一节烫金币来写 耽叶叶叹叹叹叹 很Pro耶 很Pro耶 拼起来 远回起来 哇哦 不管是PooPoo制作的本子 还是全手工制作的本子 都太讓人驚奇了 沒有錯 真的很喜歡這種 外表美觀 而且又富有內涵的文具用品 PuPuPaper這邊不只有賣筆記本 也有紙材啊 人造花 還有賀卡等等的禮品 買到美好的產品又能夠愛護地球 所以大家都可以稍微去逛逛喔 那如果是喜歡手作的朋友 就不要錯過這個獨一無二的品牌 它裡面有非常多不同的樣式 送你自用兩相宜 我知道了 你不知道 這個真的很棒啊 好復古喔 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擁有 我覺得每個人都要有這個 你講的第三次了 我知道 身為一個文具控 能用 這一回介紹兩款來自泰國 而且和一般筆記本相比下來 非常別出心才有宇宙不同的筆記本品牌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你還沒找到萬分中意的小本子的話呢 不妨參考一下喔 萬一的最新訊息還有一些小日常 都可以在IG上面看到 趕緊follow吧 好 那掰掰 下次見 好嗎 好嗎 不要緊 看 好嗎 還有